敢对我国大使出言不逊,中国一出手就是打中韩国政府七寸,在野党议员访华,让执政党坐立难。 问题交换了意见,总体来看这次会谈是积极且友好的,会后中方还特别强调两国政府以及各界人士要加强沟通,共同推动中韩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然而这也让很多人疑惑,近段时间中韩关系不是很紧张吗?这个时候在野党议员访华难不成是为了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这儿有两个点需要注意,一是访华的是韩国在野党的议员,另一个这次访问中国也是中方主动邀请的,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这与韩国政府无关。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邀请在野党议员访华呢?其实在我来看,这可能是我国对韩国当政者的反击。 近段时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韩国政府正在竭尽全力抱美国大腿,为此呢,其不惜破坏中韩好不容易有点缓和的关系,再次把枪口对准中国。 尤其是在韩国方面对中国大使出言不逊的事,直到现在在网络上还在发酵,仍然是在引起外界的普遍热议。 而根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发布的新闻稿,刑海明大使近来与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就中韩关系半岛问题进行了交流。 而在日期间,刑海明大使的一番话却向韩国政府激演。 韩国政府和保守派媒体契机外坏,指责刑大使干涉韩国内政,肆意批评韩国政策,并发出警告一切后果将由刑大使本人承担。 这是什么样的话? 据悉,刑海明大使声称,美国当前正在竭力打压中国,可有的人却在读美国营中国书。 这显然是误判,没有看清历史大势,那些读中国书的人一定会后悔。 就是这几句话,韩国政府立马读炸了,公然对刑大使进行指责。 当然,当真是刑大使说的不对吗? 其实真要说起来,这是个大实话,这就等于戳穿了尹熙岳政府的痛处,所以他才气急败坏,摆出一副要与刑大使算账的模样。 而毕竟现如今讨好美国的积极程度,韩国当局心里是很有数的, 他们确实想要通过对付中国来登上美国的车,所以当我国大使戳破了这一真相时, 韩国政府就像是丑陋的面目被揭开了一样,上窜下跳,想要遮掩自己丑陋的模样。 然而站在中国的角度上,韩国政府如此对我国大使出言不逊,接连呛声, 我国忍得掉第一次,却忍不了第二次。 而因此我国政府开始出手反制,釜底抽亲。 此方邀请五名在野党议员访问中国,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杀伤力, 但其实给了韩国当政者致命一击,换句话说,打中了韩国政府的击寸, 令其执政党坐立答案,毕竟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当局也很紧张, 我国会和在野党的议员聊一些什么呢? 比如会不会联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呢?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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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